好,大家好,我们接到一个粉丝的硬盘,依动硬盘,看一下啊 依动硬盘没有摔过,曾经在笔记本使用过,经常会跳出是否格式化,都会出典型取消 然后又正常读取,在使用过程中仍然不时跳出是否要格式化 唯有取消,重新取消使用,如此反复,最近在台时间读取时开始正常使用 开始能正常使用,但前两天突然识别不到,到底不能使用了,这彻底不能使用了 盘面好像60G,60G,80G,具体忘了,分了两个区 这个粉丝写的很详细啊,它一个分区存在着这些文件 总之这个盘有很多音乐旅游成长的视频照片,几乎空间装满了 另一个盘存在零散的一些文档,希望把数据找回 希望所有的数据找回,好的,那董哥呢就帮他看一下 这种盘呢,因为我们要检测 最好是就是说,还有给大家提醒一下啊,如果硬盘出现,经常出现格式化的字样 那这个硬盘就肯定是刺头快有问题了,要不是就是这个盘呢 就是有坏道引起的啊 还有什么修复啊,这等等,这都是硬盘快坏的迹象 所以建议大家,如果出现提示格式化,取消,或者是提示要修复硬盘 这种盘抓紧被分数据,因为数据一旦损坏 再想拿出来数据,那就比较困难了 好的,董哥废话少说 干 因为董哥这个设备啊,只支持这个那啥,SARS接口了 我们必须把这个硬盘拆出来,看是不是优口了 这应该是这个SARS口的硬盘啊 因为这种硬盘呢,它比较老年头 我们那个拆,好嘞 果然没错,是个,哦,是250G的硬盘啊 可不是80G的,80G的有可能是ID接口的 那好,这种硬盘比较老 其实老硬盘也有好处啊 老硬盘的质量比现在的新的硬盘质量好多了 我们家电给它试一下 看看这个盘到底会是什么情况 好,我们进去转过来 粉丝的要求,然后董哥的全程录了 好的,我们家在装到的零号口,我们加电 哇,全爆红,爆错 那这个盘,董哥只能确定一下 肯定是刺头坏了 为什么呀,要是板的坏的话 电机不会转 刚才听了一下,电机是转的 好的,那我们去超新间,给它打开 好的,来到我们的超新间 董哥的就开始动这个手铺了 董哥的手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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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个盘片呢,没有划伤 还好,只是刺头损坏 然后我们检查刺头 我们看到了刺头,明显的变形了 待会董哥撑起来,让大家看一下 好,明显的手铺 我们看一下,这刺头变形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这个刺头的颗粒也掉了一颗 两颗上面下面那个都已经损坏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粉丝可能是他一直加电的导致的 好的,那总的联系粉丝 然后确认无误的话 然后给他找个刺头画个刺头 这个盘前的数据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好,在吗?你这个检测完了,刺头是有问题的 好的,经过粉丝的同意 然后董哥找了一个刺头,还比较顺利 瞬间就打开了分区表 然后数据现在开始做镜像 感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喜欢董哥的视频 然后点关注转发一下 谢谢,再见